發言人狂發言真正有意思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我們大數據專家 我們的高洪安 洪安 大家好 是的 今天的真語想要換一個不同的心態來講 因為很多之前有人說就是 幼童姐說要把洪安趕快還回去他們的郭伴 所以說就是有一種就是嫁女兒嫁來 我們磕陣營 那其實真語呢 今天也想要說一下我自己的部分 我們今天應該算是一個 軸禮的一個概念 對軸禮其實就是一起嫁進來這個大家庭的概念 你從哪裡嫁來的 我必須說因為之前王世堅我們的福隆王 他有跟我說我是親民黨的幼苗 對他認為就是柯文哲把親民黨的幼苗連根跑起 然後來今天來加入民眾黨 所以我覺得某個程度上 我們算是一個軸禮的概念啦 就是我們本來都在大家印象中的既有的團隊 然後加入到一個新的民眾黨這樣的角度 我們用這樣的心態來分享一下好了 我們先說一下 因為其實大家對洪安其實認識應該也算蠻深的啦 近期就是 其實我大概也從八月才開始上 對對對 但是大家其實對洪安其實蠻理解他的專業在哪裡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一些八卦之類的好了 就不用那麼正式 我來想問一下說洪安 你要不要來說一下就是在郭伴這邊跟 柯團隊這邊 兩邊的差距最大的地方是在哪裡 這個還蠻有趣的因為我就是剛好算是 這一個月以來就是開始跟 就是柯團隊民眾黨團隊比較多的接觸 對 那我發現說其實第一個當然 呃在郭的團隊來講的話 有一個很鮮明的就是不同的地方 就是呢其實郭台銘先生他是親自 就是無意不予啊 嗯 他其實參與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會議 每個細節都會加入 對對對 所以相對於說民眾黨我覺得目前 至少我參加的黨部會議裡面 其實鮮少說是柯文哲市長親自作證去主持 很多場的會議 那就是這個我覺得是第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 郭台銘先生主持會議呢 會有一個什麼特別之處 就是在於說 那郭伴呢每一次在開會的時候 如果今天是大老闆親自聽你報告的時候 欸這個心理的緊張壓力是非常大的 對沒錯 所以呢相較於說在民眾黨或者是柯正銀啊 我覺得每一次大家討論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發言都還蠻踴躍的 對就是每個人都很敢把自己心裡面的那個聲音啊 好大聲的這樣跟互相討論 蠻多元的狀態 對蠻多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概可能是我覺得 第一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是覺得民眾黨 因為我覺得就是每一次會議 大家都是年輕人 嗯 所以這些年輕人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其實可以蠻百無禁忌的 對 那每一個議題都可以發表你的意見 沒錯 我們其實不太會說就是 欸好像你排名第幾名 就可以講話比較大聲 或者是說你排名比較後面 或者說你不是被提名的人就不能說話 其實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對啊我覺得像我們就是排名 比如說比較後段班的 像那個安鵬 嗯 他就是每一次在討論政策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熱心非常積極的去貢獻他在 比如說他對能源的想法 他對經濟科技的想法 他真的是非常貢獻自己的心力 在這件事情上 所以這是我覺得民眾黨 就是真的感覺到 眾人之力可以成塔的這個感覺 沒錯沒錯 那我們接下來直接來講 最近大家很想要知道的是 到底柯文哲跟郭台銘 到底分手了沒有 分手 我覺得分手這件事情一定是你知道 就是兩個人要一起談嘛 阿伯他一直有說到說 其實一到十 你可能有五項的部分是合作的 可以合作的 對那有五項其實就是 好可能大家聊天聊起來 其實沒有那麼順 或是方向比較沒有那麼一致的話 其實就各自努力了嘛 你回頭去看說 郭台銘跟柯文哲這兩個人 應該是所謂就是大家覺得政壇上比較特別是 很有自己的主見 而且不太會去 你跟說不太會去聽 發言人 幕僚的話其實你知道 他們兩個人 我覺得他們就是參考 還是有自己的那個中心思想 對 應該是這樣說啦 應該是說 兩個老闆其實他們都有各自 想要去達成的目標跟理想 其實柯文哲常常就說 拜託你兒子都不見得聽你的話 更何況是我們身邊的這些幕僚 因為坦白說 我們好像也不是很聽他們的話 對其實如果大家去 因為我最近順便打了一下新書 我最近有出一本 就是新的面試郭台銘這本書 就是如果你去看 你就會知道平常我們這些幕僚 年輕幕僚 其實跟郭台銘先生在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們也會是用一種 距離力爭的方式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老闆一個指定下來 好像就必須得服從他 對那其實郭台銘先生有時候 你今天開會的時候 你不發表意見他還會生氣 對那我再講一個就是說 剛剛講到分手 對那其實分手這件事情呢 當然我相信目前所有各位 從媒體上所看到的訊息 關於分手這兩個字 其實他都沒有真的是來自於 郭台銘或柯文哲 他們的嘴巴裡面講出來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像可能是劉又彤 有講到這個把高安還回來 或者是說所謂的某媒體報導 民眾黨高層 對我想問你高層到底是誰 高到哪裡去 雲聲不知處的高層 我覺得新聞就是這樣 七分假三分真啦 可能有一些些這樣的聲音 但是是不是如同報導裡面說的 其實坦白說不盡然啦 對但是這兩個人都從來沒有 從他們嘴巴裡面說 我好討厭對方 我想跟他分手 從來都沒有 可是這個新聞卻可以吵了一個禮拜之久 對這是一個蠻奇怪的一個狀態 我在想說是不是我們太和諧了 然後大家發現沒有什麼聲量 不然我們大家互相這樣子 互相逗來逗去好像是不是有聲量 今天我就有人問我啊 他說柯文哲是不是在網路上面 真的被黑的很誇張 那我就跟他講說 柯文哲是藍綠都想攻擊他 所以當你把英粉黑顆的 加上韓粉黑顆的 加在一起的時候 我告訴你真的 老實說那個網路上面 目前黑顆的數量程度真的蠻高的 可是我必須說一件事情 當藍的也在攻你 綠的也在攻你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柯文哲常講的 那你就走在一個正確的道路上 應該是說民眾黨的出現 其實真的有危機到 藍綠原有的政治文化版圖 很多人都說其實 民眾黨現在目前的聲勢 大概就了不起三到四名左右而已 那如果是這樣子 有傳聞跟我說啦 碧如姐她排名第五 那如果真的只有中了四名立法委員進去 洪安 哈哈 你有什麼想法 這個碧如姐有講過說 她就是絕對不會就是 把那個洪安逼退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 它是一種就是說 柯文哲市長跟蔡碧如碧如姐 他們當初在做了這樣子的承諾之後 其實對他們來講就會有一些考量 那對我來講的話 其實我現在也才剛到民眾黨 開始融入這個大家庭 那相信我 我覺得說碧如姐今天進到這個立院的黨團 因為第三席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第三席代表說民眾黨可以組黨團 可以去做協商 沒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性 那我相信說其實這件事情 到了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是到 比如說三席或四席的階段 那我們這時候當然是可以去評估說 是不是碧如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協商的角色 應該要進到立會 來幫忙去做這個黨團的運作等等 那我相信這個是我們接下來 可能會在過程當中去演你去了解的 但是你說在現在這個某門就是 某門 對 現在這個某門你要去聊 你要去聊說 到底鴻安要不要自己比如說請退啊 還是碧如姐要不要逼退啊 我覺得 我們現在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怎麼樣把民眾黨介紹給選民 而且選民能認同我把政黨票蓋給民眾黨 真的拜託大家投給民眾黨 給民眾黨一個機會 你現在去講說就是 喔我今天上了之後我退讓給碧如姐 或者碧如就是拜託我 或者是逼我要去退 對我覺得這個現在對於選民來講 他可能是一個變數還太多的 沒有具有參考價值的東西 所以呢其實重點還是我跟碧如姐 現在是一個站在同樣的立場 都是希望能夠幫助民眾黨去衝高政黨票 好啦我覺得其實可以從各個聲量啊 我們可以看到平觀點的民調 或者是說每周一 我們那個鴻安這邊他會開的大數據的記者會 其實都可以變之一二啦 好啦今天其實時間也蠻快的 那到底大家覺得鍋跟柯到底是分手還是合作 其實今天可以看得出來 我跟鴻安我們算是一個互相搶黨旗要去扛的人 我們真的很希望透過我們不再是 只是鍋或者是柯 而是大家可以回歸到說 今天青年參政到底為的是什麼 我們想要做的是改變台灣社會的現狀 我們現在每一個年輕人都在努力著 希望啦未來還有更多機會可以讓大家看到 好啦我覺得今天我們也算是有撞出了一個新的火花 發言人狂發言人真正有意思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去年開始有那種什麼便免自拍 對對對 然後有一天我就說 欸老闆你要不要來玩一下這個 然後他就真的玩喔 所以你看他就是這樣 你有傳給他嗎 我有傳給他啊 然後我就馬上我就給老闆 因為我們是這樣自拍嘛 所以他其實是看著他臉變成一隻小白兔 然後他還上了腮紅他可愛這樣 然後呢他看完之後我就說 欸老闆我傳給你這樣 結果他就已讀過回我 我相信他可能也沒有下載儲存 他就直接把我封死了 好啦